这是我国二十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可同时又是考古史上最大的悲剧 它就是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 六十年前地宫开启的那一刻 专家究竟看到了什么 吓得拔腿就跑 我们深入地下二十七米 来到了定陵地宫的入口 大型陵墓入口 通常会建这种特别厚实的金刚墙 来保护整个墓室 定陵的金刚墙有两米厚 当年考古队小心翼翼地拆下第一块砖 一股黑烟呼地喷了出来 专家怕是毒气机关 就扔了一只鸡进去 直到三天后鸡活着出来 人才赶尽 原来黑烟只是物中木贫腐烂产生的气体 定陵里唯一有防盗作用的机关 就是这块顶门石 它卡在门后的凹槽里 所以从外面根本推不开 这两扇四吨钟的汉白玉石门 考古队还是借助了盗墓神器拐定钥匙 才打开石门 就这样 一座尘封了四百年的地下宫殿 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它的规模在明石三林中能排进前三 这是一个全部由条石砌成的石头宫殿 首先看到的是佩殿 可本应放皇后棺果的地方却空空如也 中间的窟窿眼是悬址时 巡龙点穴所点住的穴 名为金井能接地气保王气不衰 万利创下二十八年不上朝的记录 却在二十一岁就开始给自己修建陵墓 穿过层层木道终于来到了后殿 这里放着万利还有孝端和孝敬皇后的棺果 原来皇后棺果没出现在佩殿 是因为合葬在了这里 旁边二十六个大箱子里出土了三千多间西式珍宝 下期继续